快要開始比賽就會覺得很緊張 然後就是感覺全身都快軟掉 然後就是 然後就先調整自己的心情 然後就是先準備好 然後開始的時候你就會 就是那種緊張就會減緩一些 就是不會太緊張或失誤 變得可以比較可以控制情緒 然後突破的剛剛也變多了 差很多 因為三、四年級的時候 其實我的個性就已經超恐怖的 可是身上五年級學到了覺察之後 就非常的 就可以平復 就不會像以前那麼的暴躁 比如說像被罵的時候 你要很激動嘛 覺察就比較有用點 疊頭一人呢 因為我本來不敢跳小蘋果 因為那個舞蹈有點蠢 而且呢 而且又要在那個圓榮會上天表演 人又那麼多 所以感覺是做一件丟臉的事情 但是覺得它之後呢 就發現其實沒那麼困難 然後就很順利的跳完 幾天前我在晚上看一本很恐怖的鬼故事 現在就不敢自己一個人洗澡 那後來覺察一下又覺得比較輕鬆 然後也敢自己一個人洗澡 我做的話就是會挺搖 就是挺住 就是覺得 真的有跟老師講一樣 就是會很舒服 就是不會酸那樣子 做覺察非常輕鬆 而且很平靜 就是感覺外在的東西都 不能阻礙你或者是干擾你 就是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就是全身很放鬆 而且那個時候你被還是停止了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 怎麼說呢 就放空吧 就是感覺就是聽旁邊的聲音 或是自己的呼吸 就是覺得就很放鬆 反正我很常哭 然後就用覺察來平復自己的心情 等他們真的找到那個 然後跟我們說心靈保障的時候 他們就會知道 覺察會讓你很愉快的輕鬆 然後就是有一次在的機關做覺察 然後好像就是體會到第三種快樂 然後所以就越做越開心 這一個第三種快樂 跟一般就是那種外來的 比如說事情或者是東西 所得到的快樂有很大的差別 然後第三種快樂得到快樂會 我感覺會比那個外來的會比較多